在1996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绝对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但能够记住它的人估计很少很少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就一支部 有着众多魔法美少女的故事 《童林公主》 来自守护者世界的魔法少女迪亚拉 很小的时候就获得了召唤搭档的机会 这是童林人中绝无仅有的好机会 这个被新召唤的搭档叫吉达姆 吉达姆的灵魂刚刚被召唤到这个新身体里 她充满了恐惧 对迪亚拉也很害怕 但善良的迪亚拉尽口舔了她的伤口 她的伤口立马愈合了 吉达姆的精神一直未稳定 迪亚拉每日忙着翻阅魔法书想要安抚吉达姆 一天她去看望吉达姆时 她的影子变成了一个红发魔女并且占有了吉达姆 为此凝隆的迪亚拉被自己的力量吓坏了 把自己关在家里 精神失常 世男主华月的妹妹莎洛他们找到了迪亚拉 进入了她的精神世界 稳柔的她立马安抚了迪亚拉 坚定下来后 坚强的迪亚拉再次去到吉达姆面前 她怕既然夹住了红发魔女的脖子 宣布 你是我的东西 所有制服了她与她合体 并与吉达姆的契约正式完成 很多年后 吉达姆已经是个很好的搭档了 吉达姆十分的忠诚 在此任务中 敌人是逃亡的影子怪物 吉达姆十分残忍地捏爆了怪物 因为怪物伤害了迪亚拉 本来长老的命令是将其封印带回去的 因此作为吉达姆的主人 迪亚拉带其受罚被关禁闭了 吉达姆很自责 这期间 好几分雷娜也拥有了自己的搭档 李昂 而沙罗则被长老们 命命地封印进了尤鲁特之作的画中 尤鲁特之作是守护着世界所有力量的来源不可或缺 这件事只有华月知道 吉达姆趁迪亚拉关禁闭时 去找华月麻烦 因为吉达姆讨厌迪亚拉为华月担忧的模样 吉达姆爱上了迪亚拉 一天夜里她想问迪亚拉 迪亚拉自然是拒绝的 她一步步地靠近迪亚拉 因为违抗迪亚拉的命令 没走进一步 她的额头就喷一次血 最终 吉达姆还是退下了 在华月鼓鼓等待沙罗回来的日子里 迪亚拉跟华月在一起了 在守护着世界的几点这一天 华月在忍受不了地把尤鲁特之作给偷走 吉达姆发现了 她想杀死华月 因为她知道华月这样自私地离开的话 迪亚拉会伤心的 最终 华月杀死了吉达姆 只有很久的一个夜晚 迪亚拉来到了地球的某个地方 她奉长老致命来寻找尤鲁特之作 并抓回她的青梅竹马 见前男友华月 第二天 迪亚拉就读了当地的学校 结果她在班基里相遇了好姐妹雷娜 从小 她和华月的妹妹沙罗雷娜 都是最好的朋友 但雷娜却还有一个身份 情敌 迪亚拉有些惊讶 因为她并不知道雷娜也来了 在当晚 迪亚拉和搭档加布罗出门寻找华月 却遭到雷娜的阻碍 暴躁地亚拉与雷娜打了起来 对战中途 地亚拉的力量突然消失 因为华月在暗处偷袭 华月使用的综合魔法 可以让她的魔法失效 没有了魔法也打不下去了 所以地亚拉暂且把手回家 回家后 加布罗告诉她 雷娜之前也是奉长老致命 去寻找尤鲁特之作 但不久后 雷娜就联系不上了 所以才派地亚拉前来 每天夜晚 地亚拉都会在梦里与沙罗交谈 见面 此时地亚拉还不清楚 面前的沙罗已经出事了 后来雷娜让搭档李扬传信 晚上要和地亚拉谈一谈 夜里 雷娜的一句话 就是要求地亚拉 回到守护者的世界中 并把雷鲁特之作和华月的事情 全权交由她处理 地亚拉自然不会同意 这时雷娜却质问她 即使沙罗就这样死掉 也没关系吗 地亚拉迟一乐 质问她什么意思 雷娜毕尔布达拉再次说到 你能如此冷酷地 追捕自己的恋人 以及她的妹妹 我对此事实在难以置信 地亚拉并不想跟她多费口舌 两人互相嘲讽了几句后 就再次打了起来 期间 地亚拉变成了绝美的红发魔人 为了对抗地亚拉 雷娜与李昂合体 但依旧打不过地亚拉 于是雷娜将自己所有的力量传给李昂 李昂也变成了百发魔人 地亚拉与李昂大战在一起回合后 在地亚拉要掐死李昂时 华月再次出现 使用了综合魔法 双方的魔法都被瓦解了 华月出现后对地亚拉说 她还需要使用勇鲁特之作几天 一切只是为了救沙罗 她承诺再过两三天就会归还 地亚拉暂时收手了 她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好像被所有人蒙在鼓里 而地亚拉是为了故乡而战 显然知情的雷娜 是在为恋人而战 加波罗告诉地亚拉 维持勇鲁特之作的安定 本来就是综合者的工作 这是千百年来的命令 但是华月和妹妹沙罗作为综合者 现在竟然违抗了这个制度 作为综合者 华月只能解除他人的魔法 自身却没有什么力量 对此她也很无奈 更是在这个时候 她的妹妹沙罗 被尤鲁特之作给关进了画里 而且沙罗即将消失在画中 所以华月在努力地救她出来 雷娜爱华月 虽然对爱她这件事 雷娜从来不跟华月提起 只是说为了救好朋友沙罗 雷娜帮华月从画中拿沙罗出来 可是快成功时 沙罗又被尤鲁特之作管回去了 这天在迪亚拉的风景中 沙罗与迪亚拉告别 她只为自己出不去的 并请求迪亚拉帮忙华月 那我让迪亚拉小心森林 迪亚拉只知道雷娜特之作是一幅画 而且要控制雷娜特之作无穷无尽的力量 就需要综合者的存在 但是她不清楚沙罗具体在哪 加波罗告诉她在画中 凡是被雷娜特之作选中的人 得一生一世和雷娜特之作在一起 所有加波罗还是将事情的起因都告诉了迪亚拉 虽然长老不让加波罗说 而迪亚拉在知道沙罗的处境后 就偷偷找到了雷娜特之作 她尝试使用魔法与沙罗对话 结果被雷娜特之作吞噬金的画力 迪亚拉进入到了一座隐森的神灵 她在面前出现了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那是她的阴暗面 迪亚拉必须和她战斗 而这个情况想要打赢 其实说容易容易 说难也很难 因为迪亚拉需要超越自我 冷静自我 放个打败眼前 这个复制体 可紧接着 雷娜特之作又变成了迪亚拉心中最在意的华月 她诱惑迪亚拉留下来 这时 之间的华月也进入到了画力 可是进到这里 对于没有什么力量的她来说 已经是很勉强了 一进来就要被雷娜特之作给杀死 雷娜特之作还一直威胁迪亚拉永远留下来 危急关头 沙罗出现了 她阻止了雷娜特之作 并且把迪亚拉二人送出了画 出了画之后 迪亚拉很快就醒了 可是华月一直痛苦地昏迷不醒 而雷娜在照顾她 迪亚拉离开后不久 华月 雷娜 里昂三人 都被雷娜特之作给吸尽了画力 很快 雷娜特之作找上了迪亚拉 她变出了一座巨大的宫殿 迪亚拉进去时 见到了被雷娜特之作控制的雷娜 雷娜的话不说就要跟她战斗 而且里昂变得异常强大 这下变身后的迪亚拉 已经打不过变身的里昂了 但里昂打不死迪亚拉 于是雷娜就疯狂地不断给迪亚灌出力量 直到迪亚不断吐血 昏迷 接着 雷娜一变身了 她轻松打败了迪亚拉 再要杀死她时 雷娜流出了血泪 作折自己的力量 最终昏迷了 这时 雷娜特之作变成了沙罗出现了 她梦骗迪亚拉说自己是沙罗 然后慢慢地靠近 想要杀死迪亚拉 加波罗奋不顾身地救迪亚拉 自己则被打到吐血了 雷娜特之作先生 虽然她活了一个世纪 但是她不明白感情 喜欢重要 等等这些字眼的意思 她只会把力量 借给自己感兴趣的人 所以 守护着世界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力量 迪亚拉不想跟她废话 直接变身开打 雷娜特之作也变成了一模一样的迪亚拉 而能打了几回合后 这次 迪亚拉算是赢了 这时 里昂雷娜他们也都已经恢复清醒 那他们的力量都差不多耗尽了 可拥有自我修复功能的 雷娜特之作又出现了 所有一口吃掉了加波罗和利昂 雷娜和迪亚只能一起合作 但怎么看 都不可能有胜算了 很快 就被打倒了 这时 一直被固定在墙上的瓦月 挣脱了金固 她要求把沙罗还给她 迪亚特之作之前一直在沉睡 守护着世界的所有制度 都是她以前随口定制的 包括综合者的存在 本来她当初想的是 综合者和力量者的地位平等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 综合者的地位变低了 迪亚特之作 吻上了想要反抗的瓦月 把她包裹进了红色屏障里 随后滑月与尤隆特之作合体的 变成恶魔一般的模样 这时 迪亚拉回想起沙罗 在梦里给自己的珠子 她突然明白 百田和黑夜是一样的 也明白了沙罗和尤隆特之作 是一样的 沙罗并不在尤隆特之作的体内 而是尤隆特之作的 闪亮一面 于是迪亚拉向沙罗 请求了力量 从而获得了力量 她变成了天使一般 与尤隆特之作卷赞 最终迪亚拉成功救了所有人 尤隆特之作也被华月 带回了守护者世界 故事结束 相信看完后 各位应该还是会有些迷茫 这并不怪你 因为即便是我看了两遍 外加速刷一次 能就还是不太理解 尤隆特之作的苏星 其实和他们死的羁绊有关 而苏锦后的尤隆特之作 说蓝天典也是一个孩子 她不同人类的情感 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插手 最后结局女主说 尤隆特之作应该不需要朋友了 她是个很坚强的人 那到底是说沙罗的一时 取代了尤隆特之作 还是尤隆特之作 又一次陷入了沉睡 其实剧情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因为整体剧情 还是能够看懂 这位四个孩子 从小到大的基盘故事 其实沙罗和尤隆特之作的描述 太过少了 并且主角光欢太过强烈 但是其中的特效 在1996年那个时代 真的已经可以当了乐学沸腾了 回首重温童年记忆 感觉还是熟悉的味道 甚至可能会比以前更加重恶 我不知道各位 在看动漫的时候 会不会幻想自己就是剧中的角色 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比出自私模仿 就像当年巴拉拉小魔仙 我就不信没有猛男去看 没有猛男去模仿 反正我是学过 巴拉拉小魔仙全身变 羞耻度虽然很高 但却真的很开心 做完后自己都忍不住笑出来 可是你现在还会笑吗 这样的行为真的很优质吗 看动漫真的很优质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才会让你失去了童真 即便到了路途的那一刻 其实童真都不会消失 1990年到今天 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了 每一个人也都成长成了大人 多少童年记忆看完后 还能有当初的感觉 我们长大了 但我们可以保持童真的 虽然这部《童林公主》 并不是一部特别优秀的作品 但还是想推荐出来 有时间的话 可以不妨去看一看 最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记忆中小时候 无法忘记的动画 叫什么名字呢 少年先说 它叫 胆猫淘妻 三千问 我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可爱的 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